賓尼迪斯走馬上任,拯救費托 車友士在解僱迪馬提奧那一晚宣布賓尼迪斯接任到季尾 班主阿巴也希望賓尼迪斯可以令5千萬磅前鋒費托起死回生 賓尼迪斯說首要目標是重拾勝軌 在我心想是每個比賽 我們有5千萬磅前鋒費 所以我會從第一次去贏 在最後我們會看到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賓Sir你記不記得2007年說過什麼 你說之後就算回來英超都只會教你機 永遠不會做車仔教練 我在這裡,因為我想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巨大的隊伍 一個隊伍讓我爭取勝軌 蛤?那你記是什麼球會? OKOKOK,世界變人都會變 我不挑戰你了 不過球迷就真的不多贏了 直接有人在車仔訓練場外 舉起牌叫阿彬彬走人 就看看明天大戰鬥曼城 輝托會不會脫胎換骨 去看明天大戰鬥曼城 走人 走人